字幕提供 弟兄姊妹 心靈珍寶今日的主題是 大衛與摩西 詩篇中的傳導書 第一部份 詩篇第39篇 可以說是大衛的傳導書 當中講到 連日摘如手掌 又講到虛幻 無有 幻影等等 但是我們的指望 是在乎神 祂是我們愛和獻身的對象 祂最能夠提升我們的人生 今生很短暫 但每日都是很珍貴 因為影響永恆 亦都是不可以替代的日子 所有的片段 都是珍藏在神的心底 而是不可以替代的 詩篇第39篇 詩篇第39篇 第四篇 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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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叫我曉得我身之中 我受數幾何 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長 你使我的連日摘如手掌 我一生的連數在你面前 如同無有 個人最穩當的時候 就是全然虛幻 行動 第十一節再說,你因人的罪惡,懲惑他的時候,叫他的笑容,消滅,如衣比蟲所搖,世人真是虛幻。 第五節就是全然虛幻,最討厭的時候也是全然虛幻。 你講到我連日宅如洗手掌,我們長短,我們人生已經是太有意義了。 我有愛的對象,唯一我們才有愛的對象,獻身的對象。 你獻給他,是不會增加你的人生,回去提升你的人生,太寶貴。 你擺放其他東西,就浪費了。 我們人生給他,他珍藏在他身上。 你給其他人,給其他所有的東西。 岳飛也是,他正宗補國,經常都很浪費。 他正宗補國是誰? 他正宗補國是誰? 太寶貴了。 我一切所有愛他的片段都珍藏在他心裡。 我都珍惜我們的時光。 因為是有意義的,它影響著永恆。 是很特殊的時光。 今生時光,完全是無法代替的寶貴。 在影響著我們的將來。 不過我都說,我們自暫自輕,即今生的輔助,會成就什麼? 成就永遠那些,極重無比的榮耀。 生命是有限的。 實際很快就過去人生。 當你年輕的時候,你會發現,時間過得很慢。 因為暑假很長。 越過,你會發現時間很奇怪,越快。 這感覺也好,使我們更加會珍惜時光。 你珍惜時光失能,是能夠為珠做很多事情。 因為你認識了很多事情。 我都盼望你,珠頑重他們,一個個。 幾個幾個就去一個城市開展,為珠開展。 因為珠給了我們很多寶貴的東西。 現在你在香港,今天是一個操練。 將來主要用你更大更大。 你心機煩惱,要見到四、五個地方去哪裏,都可以見到心理教會。 我怕我們是超世界歷史的紀錄,最光輝業。 我每天差不多都會想到這些事情。 即是今生完成的心意,但今生對他的愛。 就給他了。 他有主,有指望,不是絕望。 他有主,就是享受生命。 就是熱愛生命。 就是珍貴生命。 你看見神,這樣看看神。 其實還不像大家而已。 一個努力, 除掉的戰所以 miał人。 祈祷我们生命不强 祢是我的年日 早如首帐 我一生的年数 在祢面前与痛无忧 各日最缘缘的时侯 暂时全然虚幻 世人行动 失去幻影 他门忘乱真师获言 迹触赛报 迹触赛报 不知将来有谁受罪 祈祷如今我得心愿 我得自莫再宽 我得心愿意 你 头监在柱里面 永远在我拍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